歡迎收看彭哥富裕錄 今天是禮拜四 還有一天就要 周末 一樣的在最近的行情 忽上忽下忽上忽下 我們看到被動元件跟我們細菌元 在本週通通都上來上去又下來 就是我們講的 他也沒有很強的一個趨勢的一個狀況 但是我們告訴大家 目前那個我們的 被動元件細菌元 這方面他都沒有 沒有改變趨勢的一個狀況 他都是在一個小區間裡面 不斷的一個震盪 所以今天彭哥要告訴大家 讓很多同學增加信心 想賺錢一定要掌握這一波 所以今天的 我們的專題就是台股多空大作戰 就是想賺錢 我一定要把今天的我們的 這個節目的部分 一定要把它看清楚 如何大獲利 今天讓大家 讓同學們 通通都知道我們怎麼賺的 今天我們的標題是同開 南亞科 跟位數 這個東西就是包含彭哥的 還有我們戰鬥K線的學員班 的一些成績 今天都要讓我們的同學知道 讓我們還沒有加入到 我們戰鬥K線的同學們知道 想賺錢 我們大家一起來 好 好 我們的今天的焦點主題是什麼 台股 多空都能做 期貨可以做多 可以做空 當然股票也可以做多 也可以做空 其實彭哥我們來講 之前在很多年前之前 行情都還在走偏跌的時候 那 那時候彭哥真的賺了不少錢 但是我們現在告訴大家 已經經過好幾年 之後現在盤都一路一直往上面 大家根本已經忘記 我們的空單怎麼做 但是這邊就是一個 做多人做多的同學的一個危機 以前彭哥 第一次摔大礁的時候 就是死在這種盤 就是讓盤長盤長盤長 突然急殺 再急殺 直接結束了萬點行情 直接一路的一直往下看 跌了好幾千點 告訴大家 如果遇到這種盤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閃過 我們先不要講你會不會賺到錢 你能不能閃過都是個問題 彭哥先就告訴大家 怎麼閃還可以賺錢 這是最重要 像最近這種低檔的盤 要怎麼樣才能賺到錢 我們告訴大家 來 今天的 我們的剛回答剛剛的一個題目 就是告訴大家 我們用股價結構 來判斷趨勢 你看到股價結構 怎麼判斷 我們講的蓋房子 他要打地基 一個有經驗的投水塞 你一看就知道 這些工人打地基有沒有問題 大的好行情就一直往上 當你打不好的時候 只要這個地方 未來有出現一些狀況 大家去測試這個 支撐壓力的時候 他就很容易的 讓你知道說他到底是強或弱 當你發現他是弱勢的時候 你就被打下去 他就倒下去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告訴大家就是如何發現 當他 不健康行情的時候 就是你有機會可以大賺 因為我們趨勢財 就是要有行情 就不管多 或空 好或不好 我不要不好不壞 不好不壞是沒有錢賺的 我們一定要大好大壞 就是要這樣的行情才能賺錢 所以我們告訴大家 我們用股價結構發現趨勢 大賺趨勢財 一次賺五百 賺五百 就告訴大家要讓你 賺到寶賺到撐 躺在地上面不會動 就是這樣子 我們要的就是這樣子一個感覺 好 最近的一個操作重點是什麼 我們告訴大家最近的多頭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7月底到8月初 做的很多檔 多頭股票 怎麼一做掉下來 一做就掉下來 包括我們之前做星通 那個還有那個金色火焰金焰 他都往上去之後就掉下來 你看到有這樣股票 包括新巨科也一樣 上去之後就突然一根就打下來 既然 現在多頭這麼難做 只要有粗量他就掉下來 但是我們看到一個 不一樣的行情是什麼 空方 空方的時候 只要殺下去拉起來沒有量 再殺下去又出量 我們看到將近超過 六七成的股票 都有這樣的現象 那為何 有好賺的簡單賺的 你不賺 你為什麼一定要堅持去做那個 很難又賺不多 而且一做就容易死的 常常都賺3%5% 我們講這些股票 前面都有賺3%5% 可是一殺下來一根兩根 你就先賠個十幾% 你遇到這樣的狀況 我們既然 有這樣的行情 我們何不去往下面做 你就容易賺到錢嗎 當他有機會在往上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再來做多不是好嗎 這樣叫做順勢操作 我們告訴大家 我們就是要順勢操作 就像這張圖一樣 你看到有這樣的行情的時候 你就盡量的 盡量的這個地方看一下 啾啾啾啾啾 你現在看到行情 基本上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要 展示一下 戰鬥K線 股價結構 趨勢的力量 這三支 趨勢獲利的一個示範案例 這一支叫做同堪 這支叫南亞科 這支叫位數 我們要告訴大家 看基本面跟看股價結構面 有什麼樣不一樣 當你發現了之後 你自然而然 原來就知道 哇靠 鵬哥 原來你能賺錢就是用這隻哦 跟你講不難 想賺錢 好好的看 鵬哥不是在吸引你 是希望你能賺錢 包括我們同學 昨天很感慨告訴我 他 真的有所改變 本來就一直在賠錢 到現在 哇好 想不到可以反敗為勝 有機會鵬哥 經過他同意之後 我們再分享這一段話 給各位同學 我們看 我們告訴大家 戰鬥學員班 包括了我們有年長的 比我們年紀 再稍長一點的長輩 他都願意花時間 花精力來學習 大家都很年輕 離退休還會端日子 為什麼不趕快努力賺錢 因為現在你看我們現在 賺錢很不容易 稅越來越重 薪水越來越少 物價一直漲 房子都買不起 你不用這樣的方式去賺 你的房子 你的車子 那你的老婆跟兒子 怎麼辦 你如果還有老爸老媽子 想想頭真的很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再趕快 在股市上面賺到錢的一個原因 但是 很多人就是因為在股票 虧到錢 因為我說真的 會虧錢有兩種 一種是不可避免的因素 就像川普 不會說的 還有一種是 根本就是你不懂得怎麼樣判斷趨勢 你要做長端也做 短端也做 什麼都要走 所以你就當然賺不到 我們賺錢是有計畫性的 有技巧性的 這個東西 我們在這邊 額外的先跟各位同學們講一下 好 注意 轉折的一個重點 我們告訴大家 要賺錢 這兩個點就是趨勢的力量 想多賺一點 一定要有趨勢 但是轉折的攻擊 這個東西就是 當下我們要切入 進場的一個位置 這就是為什麼 董哥們 大獲利的一個重炮武器 就是告訴大家 這就是重炮武器 這次撥下去 丟錢 這開吧 聽得懂嗎 好 我們現在示範一下 告訴大家 同開 沒關係 我們慢慢看 在今年5月份的時候 這邊是5月10號 這邊有標個時間 5月10號同開 這支股票同開 在 5月10號的時候 它是81.2 我們先講 他在81.2 當時被動元件 矽金元 MOSFI 批消 整路就掉了 但是這支股票 在當時 就有發生狀況了 告訴大家 發生狀況 為什麼 他符合戰鬥K線的兩大趨勢條線 我們講的 空投 空投 趨勢的結構 我們講的 這個軍線 那個 我們能量線下交叉 趨勢線 他已經趨勢成型 再來K棒也形成一個 小高點確立 這就是符合我們兩種 的一個進場 進場條件 當你進場之後 但是他 有結構 但是他就是不公 他就是不公 盤了將近3個月之後 在8月初的時候 看到沒有 連續的一個下跌 到現在 33塊 還在 鎖跌停 鎖跌停 現在 還有16000張要賣 等著賣 而且這支股票 當時就可以做龍券 如果你掌握到 當時的一個狀況 你就一路做下來 但是這支彭哥沒有做 我們講沒有做 原因是 當時我們的被動元件 我們真的賺很多 我們賺了一倍 這支這樣子殺下來 也不過6成 6成是腰斬 但是你要從這個地方 再漲回去原來的 33塊要漲回80塊 是要超過150%的 我們告訴大家 要超過150% 你才賺回來 這邊才跌6成 但是漲回去要漲兩倍 150% 你要漲回150% 你才賺得到這樣的錢 而且像這樣子股票 你現在看到基本面 他的營收 沒有問題 但是他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下一支的遊客 有可能 我不知道他第三季財報 交不交得出來 如果交不出來 他就可能就 20塊又下市 又被停 停止交易了 但是 我們為什麼可以 在當時發現 他有狀況 如果你真的沒有標的 當時就可以做 如果後面沒有 沒有 沒有標的可以做的話 在這邊你都還有機會 可以用 戰鬥K線的 選進場 我們講的 加碼進場法 你就可以切進去 讓你 賺40% 我們告訴大家 在當時 你還有機會可以賺40% 往下跌的40% 40%是很可貴的 至少4支跌停板 告訴大家 你看這邊 我這邊也是跌了5支跌停板 告訴大家 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想賺錢 真的同學 好好的 把你的問題找出來 該欠缺什麼樣的東西 把它補足 你自然而然就賺的到錢 剛剛示範完同開之後 同開我們沒有做 但是南亞科我們有做 好我們來看一下 在6月12號的時候 當時南亞科 還在100塊的下面 97.6 當時 他已經出現了 我們的一個轉折 轉空的一個信號 上過課的同學就知道 這是什麼信號 我們這邊是跌破能量線 一路的一直往下殺 但是我們告訴大家 一樣的堅持 操作行情 在中間 他有做一個反彈的動作 像同學看到這邊 就像我們前 前幾天的 被動元件 滑行客一路 砰砰砰砰砰砰 漲的感覺 他又變多了 但是他沒有改變趨勢 我們就沒有改變 而且如果在這段 6月到7月這段 你沒有做空的同學 在後面你都還有加碼進場法 空單可以進場 這邊可以進 這邊可以進 這邊還可以進 三四次的一個 進場的空單 我們可以告訴大家 都有機會 都可以讓大賺錢 相當6月12號到現在 8月23號 到底可以賺多少 197.6到現在 66.9 將近三分之一的 的價差 已經被蒸發了 我告訴大家 現在已經蒸發了 三分之一了 還會不會繼續下跌 我們不用猜 依照趨勢的力量 他會告訴你 他會轉折 他的能量 會告訴你 他的K半的轉折 會告訴你 這兩個訊號都沒有之前 我們就維持 繼續 去繼續算錢 這就是我們告訴大家 多我們可以賺錢 空我們可以賺錢 告訴大家 你會賠錢 但是我們可以賺錢 我跟你的財富距離就差了兩倍 所以你一定要堅持 趨勢的操作 紀律 紀律的操作 這些都很重要 我們不會隨便看多就做多 我們不會隨便看空就放空 我們一定是有一個依據 依據讓你可以賺到錢 這就是趨勢結構 判斷的一個行情 所以這支我們也進場 這告訴大家 財富列車 這就是我們財富列車 好 第三支位數 這樣一樣的 在我們7月9號 我們一樣也發現了一個 轉折的位置 但是他中間也是 盤了將近一個月 到鵬哥 正式開牌是在7月18號 BG38檔 告訴在這邊有 有空點 有空點 你又掌握到就一路都都都都都就下來了 從65 65.3 到現在47.3 這樣的價差 總共有27% 也將近三成的一個水準 到目前都還有機會 繼續跌 而且最近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最近通通都還是在 做下跌的一個狀態 他並沒有一個改變 改變結構 改變轉折 改變K棒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的做空 我們都是安全的操作 這就是要驗證給同學 你看看我們這樣做單 好不好 防護方便 我們講的商人的角度 我們該賺的錢 我們就賺 不該賺的 我們不要去賺 就告訴大家 什麼樣的好賺 什麼樣可以讓你節省 所以用最少的錢 賺最多的錢 這就是鵬哥給大家的一個 操作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告訴大家 戰鬥黑線的一個優勢 很多人不知道我們的優點 但是這邊鵬哥告訴大家 我們的優點叫做不用天天衝 但是一次就要讓你賺一個年薪 如果你是用100萬 200萬操作同學 你一次我就讓你賺50萬到100萬 我們驗證很多次 昨天分享的金展科 怎麼樣 6天6根漲停板 因為 你要先做 事後他會告訴你 他會不會漲停 就是這樣子 我們不會因為他漲停之後 才告訴大家 來大家來進來哦 一起來做金展科 這個 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這樣子 鵬哥絕對不是這種人 鵬哥也最討厭這種 事後馬後炮 爆開 最重要的 你想要看一個人 他的功夫厲不厲害 你看他盤中怎麼操作 他怎麼樣解這樣盤 他怎麼樣告訴你轉折可以切進去 因為大家都怕失敗 大家都怕後面 後面失敗的時候 所有的網路上人都會幹你 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還是要做一個機制 我們不希望 不懂得 戰鬥K線的同學 胡亂跟從 所以必須 我們要做一些機制 不會讓你盲目的去跟 包括有很多人 都利用 鵬哥很準的一個優勢 去反向操作 反而會阻礙我們的一個 前進的方向 所以 這為什麼我們會蓋牌 我們會用一些 術語 來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我們操作 但是我們不能公開喊 這也是會影響到盤中的一個 交易機率 這個也是 政府所不允許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要賺錢 我們用合理化方式來賺趨勢錢 告訴大家 鵬哥也是為了自己 也是為了大家 不被 別人 扯後腿 我們一直告訴大家 以前都是 當下去講 都跟你明明白白的脫褲子 跟你在那邊站 問題是 常常都一上去之後 馬上後面被人家修理 包括自己人都在 都在扯後腿 賣的不夠快就被 馬上就被人家賣走了 所以他賣的比誰都快 我不希望有這樣子的一個同學 在我們的一個趨勢操作上面 阻礙我們的獲利之路 所以同學 要明白鵬哥的股心 就是我們告訴大家 不用天天中一次賺年薪 想賺50萬想賺100萬 好好認真研究戰鬥K線 鵬哥絕對可以讓你滿滿的收穫 好再又是 我們不會因為隨便的一個回檔 我們就把我們的空單 我們的趨勢單給出掉 他有轉折 鵬哥一定會知道 我們也會讓同學 在盤中學習這樣子的一個轉折的技巧 這個在我們的盤中實戰班 我們會上 高高槍有盤中實戰班 是一定要上過 我們基本的 完 完整的訓練 是你才有資格去上盤中實戰班 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在規劃了 我們第一批跟第二批的同學 也準備要開始在轉入盤中實戰班 後面的部分 我鵬哥稍後會 我們會去研究 怎麼樣讓同學賺到錢 而且可以學到更多的一個盤中實戰 交易技巧 再來就是善用主力的力量 輕鬆拉開架差 行情會動就是一定會有一個 最有錢的人往上或是往下 所以我們就跟著這樣的力量一起往前走 戰鬥K線可以讓抓到主力攻擊的力量的時候 你可以晚他一分鐘 你可以晚他兩分鐘 絕對不會慢超過一天 當下你就可以發現主力的力量 我們就切進去 就利用這樣的力量 順水 順水順周 直接流向大海 讓你快速抵達到你的目的地 這就是我們要的一個操作方式 這就是賺趨勢才最棒的方式 告訴大家最輕鬆最有利 賺最多的方式是這招 所以我們要的不是當天的買菜錢 不是300500 我們要的是3萬50萬100萬 這個東西才是你可以在市場上面賺到錢 的一個關鍵 同學你們想過你們賺過50萬 你們賺過100萬 你們賺過1000萬 沒有的話好好認真思考一下 彭哥不管是在實戰 或是統計 我們這邊都已經長期做一個 5年以上的一個驗證 包括我們現在操作 獲利都非常穩定 這就是彭哥會去做一個 統計的一個方式 好 所以 很多人對於操作上面沒有信心 當然我們今天 一定要幫各位同學加強信心 這個是經過了 這時候我們先講 這個交易明細是經過同學同意之後 才做分享 這是我們小慧同學 我們告訴大家 這小慧同學 一個 又要當媽媽的 一個 新時代理性 告訴大家 好 一樣的 這下面是什麼 南亞哥 尾數 當時73 到跟現在的57 現在都有拉開架差 這是他今天分享的一個戰績 他還沒有出場 他就是堅持彭哥所說的一個 戰鬥K線 整個下去 因為他老公也在看 所以不方便 贓助不方便公布 但是他就是有做 我們告訴大家 他就是有做 我們同學都敢去做 所以你想要成為小慧同學的接班人嗎 想要賺錢 大家集思廣益 什麼樣子賺趨勢財 這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 我們先做一個引言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敢說 我們也敢做 不管什麼時候切進去 只要有轉折 只要有切入點 我們就給他切進去就對了 想賺多少 我們不知道 可能三成 可能五成 可能 因為他以前有到 個位數的時候 我們有可能會賺到個位數 報價的個位數 所以他趨勢沒有改變之前 我們就堅持就對了 就告訴大家 這就是彭哥的一個操作的一個方式 我們真的是賺錢的 團體 讓大家知道說趨勢的力量 好 所以我們告訴大家 趨勢就是集中眾人的力量 你想要賺錢 我們講的主力 你想成為股市的市場主力 錢不用多 但是一定要夠力 你學好 戰鬥K線的一個攻擊的力量 你就可以拿到 這些的一個力量 所以你認同 彭哥的一個方式的話 你的身邊 有這樣的同學 不知道怎麼賺錢 沒關係 你邀請他來 我們的贏家No.1 下面有贏家No.1 跟我們FB的社團 彭哥賦予錄 大家一起來研究 及時廣益 怎麼樣讓你自己的一個獲利 越來越多 未來的 我們很多同學現在開始認同 彭哥了 他們怎樣賺錢 他們都會分享 他們的一個交易的心 心路歷程 跟他們的一個交易單 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賺錢是這麼輕鬆 賺錢是這麼有成就感 彭哥真的是要希望說 因為我們的這個方式 很多人不知道 大家都還傻傻的看基本面 基本面不是不好 是因為之前的漲幅 嚴重超出基本面 該要有的一個影響範圍 所以他強勢的修正 所以 反而是現在基本面利多 他漲不動 還會繼續做一個修正 這就是現在看基本面 會賠錢的一個主因 所以我們要用另外一個方式 看股價結構 用股價結構 就可以知道目前主力怎麼操作 做多做空 控盤的是股市主力不是公司派 你一定要了解 控盤的人是股市主力 用錢砸出來的 很多支股票 用庫廠股 都失敗 國巨 632元失敗 跌到500 500多 現在在600塊附近有走 我們有一個優客 說要實施庫廠股 實施到直接下市 剛剛看到同開 也在宣布他要做庫廠股 你看 很容易 這樣是不是公司派要護盤 也護不起來 因為市場上面主力沒有認同 好 所以同學們 你認同 彭哥的一個操作技巧 歡迎 分享給新同學知道 讓他一起來 加入我們戰鬥 K線的一行列 好 我們的彭哥富裕路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拜拜